第七章 所羅門的皇宮 所羅門為自己建造公室 十三年才造成 又建造黎巴嫩臨宮 長一百爪 寬五十爪 高三十爪 有香柏木柱三行 柱上有香柏木陀梁 其上以香柏木為蓋 每行柱子十五斤 共有四十五斤 有窗戶三層 窗與窗相對 所有門框都是厚木建坊 有窗戶三層 窗與窗相對 並建造有柱子的狼子 長五十爪 寬三十爪 這個狼前又有狼子 狼外有柱子和台階 又建造一狼 其中設立審判的座位 這個狼從地到頂都用橫柏木遮蔽 狼後院內有所羅門住的工室 工作與這個工作相同 所羅門又為所取法老的女兒建造一宮 做法與這個狼子一樣 建造這一切所用的石頭都是寶貴的 是按著尺寸作成的 是用鋸裏外鋸齊的 從根基直到岩石 從外頭直到大園都是如此 根基是寶貴的大石頭 有長十爪的 有長八爪的 上面有橫柏木和按著尺寸 作成寶貴的石頭 大園周圍有作成的石頭三層 橫柏木一層 都照耶和華電的內院和電郎的樣式 湖蘭的工作 所羅門王差遣人往太爾去 將湖蘭召了來 他是拿弗他利子派中的一個寡婦的兒子 他父親是太爾人做銅像的 湖蘭滿有智慧 聰明 技能 善於各樣銅作 他來到所羅門那裡 做王一切所要做的 兩支銅柱 他製造兩斤銅柱 每斤高十八爪 為二十爪 又用銅柱做了兩個銅頂 安在柱上 各高五爪 柱頂上有裝修的網紙 領成的鏈索 每頂七個 網紙周圍有兩行石榴遮蓋柱頂 兩個柱頂都是這樣 狼子的柱頂竟四爪 刻著百合花 兩柱頂的古兔上 挖著網紙 各有兩行石榴環繞 兩行共有二百 他將兩斤柱子立在電郎前頭 右邊立一斤 起名叫雅根 左邊立一斤 起名叫波亞斯 在柱頂上刻著百合花 這樣做柱子的工就完畢了 銅海 他又鑄了一個銅海 樣色是圓的 高五爪 經十爪為三十爪 在海邊之下 周圍有野瓜的樣色 每爪十瓜共有兩行 是鑄海的時候鑄上的 有十二隻銅牛陀海 三隻向北 三隻向西 三隻向南 三隻向東 海在牛上 牛尾都向內 海後一掌 鞭如杯鞭 幼如百合花 可用二千霸凳 銅座 他用銅製造十個盤座 每座長四爪 寬四爪 高三爪 座的做法是這樣 四面都有心子 心子在邊子當中 心子上有獅子和牛 並基路伯 邊上有小座 獅子和牛以下有垂下的鷹鱷 每盤座有四個銅輪和銅軸 小座的四角上在盤以下 有鑄成的盤架 它旁邊都有鷹鱷 小座高一爪 口是圓的 彷彿座的樣色 徑一爪半 在口上有雕工 心子是方的 不是圓的 四個輪子在心子以下 逐輪與座相連 每輪高一爪半 輪的樣色如同車輪 軸、網、腹、谷都是鑄的 每座四角上都有盤架 是與座一同鑄成的 座上有懸架 高半爪 座上有撐子和心子 是與座一同鑄的 在撐子和心子上 刻住基路伯 獅子和中樹 周圍有嬰樂 十個盤座都是這樣 鑄髮、尺寸、樣色相同 幼永銅製造十個盤 每盤可用四十八特 盤徑四爪 在十座上 每座鑄設一盤 五個鑄在電門的右邊 五個放在電門的左邊 又把海放在電門的石旁 就是南邊 圣殿設備清單 烏蘭又造了盤、產紙和盤紙 這樣 它為所羅門王做完了耶和華殿上的一切 所造的就是 兩根柱子和柱上兩個魚球的頂 並兩個蓋柱頂的網紙 和四百石爐 安在兩個網紙上 每網兩行 蓋著兩個柱上魚球的頂 十個座和其上的十個盤 海和海下的十二隻牛 盤、產紙、盤紙 這一切都是護蘭 被所羅門王用光亮的銅 為耶和華的殿造成的 是將王命在約旦平原、梭葛 和薩拉旦中間 直交來鑄成的 這一切所羅門都沒有過程 因為甚多 銅的輕重也無法可查 所羅門有造耶和華殿裡面的 金壇和陳切餅的金桌紙 內電前的精金燈台 右邊五個、左邊五個 並其上的金花、燈台、納展 與精金的杯、盆、聶紙、條庚、火頂 以及至聖索、內電的門書和外電的門書 電功告盡 所羅門王做完耶和華殿的一切工 就將他父親大衛分別為聖的金銀和器皿 都帶來放在耶和華的虎庫裡 阿明 阿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